相信大家都看过这首诗 诗中所描绘的女人翁就是西诗 西诗的一生充满了各种传奇色彩 小西诗出生于浙江诸记驻罗村 他的父亲在驻罗山上砍柴尾声 其实西诗的本名叫宜光 西诗这个名字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小名 关于这个名字的来源很有意思 因为西诗生活的驻罗山下 有东西两个村子 西而诗家住西村 因为村子里的人大都姓诗 所以有了西诗的称谓 意思是西村姓诗的女孩子 西诗生得家境贫寒 小西诗从小就聪明懂事 从很小就开始帮着家里做一些家务 比如平时经常在西边换纱 应了那句话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小西诗没有到范里之前 只是记住罗村的一个身份非常普通的换纱女 无可奈何的是 西诗生了一副绝美的容颜 就连水中游荡鱼儿 见了西诗都忍不住多看两眼 最终导致沉落水底 更何况是有感情的人呢 小西诗天生丽质 难自弃 在附近的十里八乡 都有莫大的名气 许多年轻人对西诗展开追求 但是西诗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心上人 小西诗到底有多美呢 传说他的美貌让天地动容 据说有一次西诗在河滨幻沙 水里的鱼看到这样的绝世美人 竟然忘记游水而沉入水底 由此西诗获得陈鱼这一成位 要说西诗的故事 还需要从吴越战争说起 越国战败 勾剑被俘虏 但夫差并未急着将勾剑处死 反而留在身边侮辱 勾剑深知只有忍辱负重 未来才有翻盘的机会 于是便有了卧薪尝胆的故事 最终 夫差放松了对他的警惕 将勾剑放回越国 回去以后 勾剑想要复仇 但当时越国示威 勾剑在夫差身边待了那么久 深切地知道 夫差其实是一位好色之人 勾剑就说 小贩呀 夫差那个老皮肤贪恋美色 我们想要报仇雪恨 可以找一些美女来迷惑他 你去民间找找看 找得合适的 带回来调教一番 然后送给夫差那个老皮肤 遵命主公 小的现在就去找 于是就有了对夫差 是美人记的典故 范黎按照月王勾剑的要求 在民间寻觅美女 当范黎来到住罗村的时候 偶然间遇见了西施 第一眼就被西施的美貌折服 范黎对西施可谓是一见倾心 范黎立马上前去攀谈 小娘子年方几何 有未婚嫁 问了一大堆的问题 西施为人心善 也都一一耐心讲解 范黎眼前一亮 感觉遇上了对的人 就决定在住罗村住下 经过一段时间相处之后 范黎和西施双方 都对彼此有了一定的认知 西施被范黎的才华深深折服 范黎的确是春秋时期难得的才子 而范黎自然也喜欢西施的美貌和善良 两人之间逐渐产生了一些感情 但范黎知道 此时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 必须要大举伪重 就忍痛割爱 把西施和其他美女 一并献给了月王高剑 高剑便请人 对这些女子进行训练 希望能在夫差身边发挥作用 夫差给他们任务就是 魅惑吴王夫差 诱导夫差沉溺于酒色之中 荒奇国正 怂恿夫差对外用兵耗其国力 离间夫差和吴子婿 去其忠臣 三年后 西施等人训练结束 按照计划 西施等人要被送给吴王夫差 于是范黎将西施等送往吴国 两个相爱的人终于有机会在一起了 一路上二人备偿爱的滋味 由于难分难舍 范黎有意拖延 送亲竟然送了一年多 等他们走到嘉兴县南一百里的时候 西施生的儿子已经能哑哑学语了 后人在这里建造了一个雨儿亭 用来纪念西施与范黎的爱情结晶 从感情上来说 范黎是对不住西施的 范黎是为事业牺牲了爱情 让自己心爱的女人 充当越国复仇的工具 但为了国家利益 为了自己的爱人 西施愿意做出牺牲 范黎和她约定 吴国灭亡后 自己定要娶她为妻 白头偕老 然而2004年 江苏无锡 一个名叫红山镇的地方 竟然发现了一座春秋时期的古墓 这座横空出世的古墓 揭露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这座古墓的规模很大 经过探测 专家猜测 这是范黎的墓葬 但范黎词别月王高建后 足迹遍布天下 现如今光是出土疑似范里墓葬 便多达五处 这一处到底是不是真的 恐怕还有待考证 在进行对文物的考察工作时 最令专家感到惊喜的 是一个竹简的发现 通过技术还原后 专家们看清了上面的文字 揭开了范黎和西施真实的关系 礼与诗浅通 三年始达无 以语而亭为至 诗不得不免 这个书简上的意思很明显了 其实范黎和西施两个人 老早就已经私定终身了 并且两个人 带下一名私生子 西施本想就这样度过一生 但是范黎却一心想要复仇 他希望西施 能够去继续实施美人计 西施很直接地拒绝了范黎的要求 但范黎用孩子做要挟 你如果不答应我 那我就把咱的孩子处死 求求你别这样 我去还不行吗 西施本就心善 再加上这是自己的亲生骨骤 所以最终西施不得已而为之 这才有了以后的美人计 通过这个书简 大家才发现 以前的传闻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导 或许范黎和西施之间的爱情 并没有传说中的那般美好 或许西施对范黎许以真心 但是范黎自始至终 只把西施当作一个执行任务的工具 真的是一时激起千层浪 这个竹简的发现 确实颠覆了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知 如果史实真如这段书简记载所言 那么范黎恐怕从始至终都未曾爱过西施 而西施最终的结局也便可想而知 那便是沉江 还有一些事情可以辅正 范黎归隐后 做了不少在于史料的大事 可是自从吾国灭亡之后 却再无有关西施的记载了 可见西施并未跟随范黎归隐 而西施最终的去向只怕是雄多吉少 如果真是这样 西施的命运真的是十分悲惨 夫差见到西施 立马就被勾去了灵魂 西施也知道自己的任务 尽力地迷惑夫差 让他丧失治理朝政的能力 在夫差沉溺在温柔乡里的这段时间 勾建的军力已经达到最佳时期 所以开始进攻吴国 一番苦战之后 夫差被打败 吴国被灭 夫差被杀死 在此可以进行一个大胆的猜测 西施到底是爱范黎 还是爱夫差 其实以一个女子的角度 很容易得出答案 这个问题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 那就是范黎和夫差 到底哪个更爱西施 大家用脚趾头想一想便都知道 爱情有没有比较还真不好说 可是一比较就什么都水落石出 范黎为了所谓的国家大义 为了所谓的复仇大计 宁愿牺牲西施 而夫差为了西施 宁愿牺牲国家 荒废江山设计 当然 写许会有较真的人说 夫差只爱西施的美貌 难道范黎爱的就只是西施的灵魂 换句话说 如果西施没有过人的美丽 范黎能对西施一见钟情吗 所谓的一见钟情 不过是见色奇异罢了 若是这段历史是真实的 那么西施跟范黎之间的传奇爱情 就被我们误会了两千多年 不过转头想想 在那个乱世当中 西施怎么可能拥有一段完美的爱情 小说中的爱情 不过是人们寄托在西施身上的美好希望 西施的故事从不美好 它只是被牺牲的女间谍 自古红颜多薄命 历史上的诸多女子 能留下一笔色彩的少之又少 四大美女里面的女子都非常可怜 都是被当成常储的工具 去完成别人的意愿 幸好随着时代发展 女性的地位有了极大的提升 再也不用像以往一样被当作工具 所以人们更应该珍惜自己的美好生活